新出书的第一季下来咯 然后他印了个龙 这个龙好像被很多很多人吐槽 还是那个问题我真觉得害羞 虽然他对比前一版本 光明日报那个版本 确实少了点那个意思 或者说瓶味差点 并且这个营销味实在是有点浓啊 他直接把这个营销语 比如翻开了书 从南明的灭亡 看透人性的荒唐这种话 直接就印在封面上了 但是吧 这个版本因为我就是用来写写画画的 然后这个封面除非丑到 完全无法接受 所以好像一直以来 对封面就都是那种 好像都还行的态度 就不光是独克他们一家了 那说到精装版本啊 这个质感真的是太棒了 它是一个布面的 说实话 这个白色布面太容易脏了 真的我要不是为了给大家展示 我连塑风都不打算拆 这个工艺呢是烫印 大家也看到了有反光 和这个版本拿来收藏 是绝对绝对合格的 内纹方面啊 简装绝对清醒美好的 摸起来就略粗糙 可以给大家量了一下 这个简装的两本书 加一起重量 比精装的少了几百克 因为它这个精装版是纯质纸 就是又白又滑的那种 摸到就享受 两个版本的内纹排版 也都很舒服啊 自的大小和行间距也都不错 哪怕是简装版本的 阅读体验也很好 那到了价格方面 这个精装版本的呢 是238块钱 简装版本的是129块9 目前市场的活动价 平均是 简装版本5折 精装版本7折左右 我觉得这个精装版本 再往下降的可能性不太大 那除非是网站大错 如果那个组装版本 如果你等到4折再入 也是有可能的 赠品方面 这个简装肯定就是 任何账品都没有啊 精装版本呢 它送了这样的一个藏书票 然后那这个背面呢 它有一板一印的编号 我觉得这个精装版本 它大概率是不会限量 因为我觉得它要卖的好呢 它没有必要限量 然后要是卖的不好呢 那它就把这个一板一印的 所有编号卖完也就完了 精装版本的书签 就是这根红丝带 OK 下一个环节是说作者 这个作者 顾成老师呢 已经于2003年过世了 他原来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博士成导师 同时也是我国明星史的专家 说实话 我觉得专家这两个字 对于他来说都算很轻了 我仔细地查找了 各种关于古老的资料 特别是当我把他 在这个南明史 和明末农民战争史 前面他写的这个字序 他的智学经历都看完之后 我觉得他绝对是 全世界范围内 在明星史领域的 绝对权威专家 首先呢 他的智史态度非常非常严谨 在南明史21页的这个 范例上呢 他是这么说的 这部书以学术价值为前提 不满足于言必有据 无疑字无出处 而是力求在史实上 口定准确 有些问题难以下结论 只好暂时存疑 同时在正文会注解中 指出疑点所在 第二呢 他在上学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喜欢 严谨明星史 哪怕是在经历了那段 无法公明正大 学习的那种岁月里面 他也是坚持知学的 他当时去请求 那个资料室的老师啊 就是趁别人 都去食堂吃饭的时候 帮他偷偷打开门 然后他去资料室 去找资料 之后呢 过了几年 咱们国内全部 恢复了智学氛围的时候 他呢因为懂点英语 结果呢 就被上头派去 世界现代史部分 那没办法 他就只好具体力争 说自己非常想要 去研究明星史 这个时候呢 上边的领导就觉得 他是兴趣所在 他并不专业 就说那你不要说 你是过去搞专业的 你要说你是兴趣 于是他一听啊 那为了证明 他在研究明星史领域 还是有一定专业能力的 他当时就发表了 一部论文 叫做李延质疑 尽管呢 顾老没有给自己贴很多金 但是当我在查找 这篇文章相关的资料的时候 我才感受到 当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是有多厉害 首先呢 这个李延是郭勒洛在 假身三百年纪 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人物 而且这个人在里面的篇幅 占了很多 同时呢 这个人物 他是出现在 明史李自成传里的 他是正史当中出现的人物 那他的经历 大体就可以概括为 他作为李自成的这个智囊 三百年纪啊 是被咱们全党拿来当作 延安整风的相关学习文件的 所以这篇文章 在当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基于整个的这个背景 那这么多年以来 就没有人觉得 李延这个人是假的 那毕竟嘛 当年郭勒洛也是根据 明史去写的 人家也是有理有据的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出现在明史上面 大家都知道明史 它其实是清朝编短的 虽然它算作正史 但是顾老从来没有把 所有这些后朝编短的 史书当作一手资料 所以他当年查遍了 所有遗手资料 哪怕是民间传说 李延这个人 竟然一个字都没有被提到过 于是他又觉得 这个事有点意思 那就当作一个课题去做了 之后这个阴差阳错 他为了证明 自己是有史学专业性的 于是就写了 李延之谊这篇文章 最终呢 当作论文发表了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顾老能发表这样的文章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是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了 那在发表之后呢 也是引起了国内外的震动 那包括美国呀 澳大利亚的一些学者 也非常感兴趣 那之后呢 这篇文章也在美国的刊物上发表了 OK回到国内 那从此之后呢 顾老就能潜心的去研究 他最想研究的明清史 最终他就写出了这部 无疑字无处处的南明史 其实特别有意思的呢 就是当时出版社 在找他约稿的时候 约的实际上是这本 明末农民战争史 结果呢 当时因为出版社的人力资源有限 他们得着急先出别的重点书 所以就跟顾老说 您这个交稿能不能缓一缓 就别着急了 您慢慢写 正好在那个时间段呢 他也发现 他越研究这个明末农民战争史 那块的历史就 史料越多越复杂 他就也想前心 把这个整个这一块写好 所以他也顺势就决定 想把这块 直接就进行一个拆分 拆成明末的这个农民战争史 和南明史两部分 因此呢 咱们可以理解为 这个明末农民战争史 它实际上是南明史的前传 所以我建议大家 要想入就一起 并且呢 他在研究南明史期间呢 还同时攻克了 另外一个课题 就是关于明朝的 未所制作的研究 也是填补了 我国这方面研究的考虑 回家作者本身啊 尽管顾老师 明史大家 就听起来 他好像是那种 专门致史的那种写作风格 但实际上啊 就他这几本书的写作风格 给我感觉 反而是介于 文学写作和专门致史的 那种枯燥的 论述写作之间的一种风格 也就是说呢 他其实写的并没有那么枯燥 还带有一些故事感 但是呢 又因为他同时加入了一些 对史料的分析 和对某些历史问题的 一些辩证的看法 就导致某些部分 又会有些难度 那基于作者的 纵向测评方面 也就是说 顾老出版的 所有作品里的 豆瓣评分 我也都查了一下 所有的南明史 没有低于9分的 而他其他的学术论文呢 也都在7.9分以上 于是看到这样的 一个分值差 我就产生了一个好奇 就是为什么 有人会打低分 所以我就大概看一下 也查了一些资料 最后发现呢 所有高分和低分人群的 这个争论焦点啊 是集中在 顾老特有的 这个阶级史观上面 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 基于他所处的这个年代 别说他了 就是当年所有的这些文章 他都是带有 非常明确的那种 个人历史观的 那作为顾老来说呢 他带有的就是 明确的阶级史观 于是这两派的争论焦点 就全都放到了 他的阶级史观上面 具体的呢 我还没有好好看 所以没办法给大家去 发表这方面的读后的意见 但是呢 基于我以前 读各种历史类文章的 这个经验 我自己是会 辩证的去看的 就说白了 我不会完全接受 这些作者的所有观点 也不会完全不接受 因为你要知道 就历史类的文章 它从司马迁开始 可能再往前倒 它都是带有评说性质的 不加在思考是不可能的事 这点我非常理解 就你换到每个人身上 也绝写出来 完全客观的东西 哪怕是科普文章都一样 作者对某样东西的喜爱 它是掩盖不住的 加入个人思考在的 这种内容啊 是天生就会吸引 大量的人去读到 这点无可厚非 但说回来 就像我一直在跟大家传递的 你读任何东西 你看任何东西 一定要带有个人的思考 不要看别人评论啥 就怎么想 老实一个人的独立思考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看过之后 再去表达意见 因为这个时候 无论你说什么 你都是有理有据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观察到的一点 就是很多的网络喷泽 那些抗精 他喜欢在视频的一开头 就去发弹幕 或者他干脆不看 直接拉到评论区 去评论去骂人 最后呢 还有可能被看过的人去打脸 因为这类人很简单 他的思考模式就是 我要零阅读 零思考 别人说什么 我就是什么 他们从来不进行 个人思考去下结论 从来都是人云亦云 一大部分人 如果都说这个观点 他就基于这个观点 去骂所有反对的人 就是非常简单的 听到什么说什么 整个就是一副机 于是呢 如果你跟这种人去争论 其实你是永远没有办法 进行一个有理有据 有来有往的争论 这就不是一个 交换证据的论述 于是我们作为文明时代的 这种有思考的人类 最后就会被这些人带跑天 再被他们用粗俗的语言 进行漫码 自己要气的不行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真的是前人成不齐 对于这种人 咱们作为文明的 有脑子的人 真就只能不理他们 太生气 也得忍住 说回来 最后的一部分呢 就到了内容上面 刚才竟然也说了 明末农民战争史呢 它是前传 所以到这我就一起说了 对比这两本书的内容来说呢 古老的原文 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它是这样说的 为了读者利用的方便 不如把原定的上下卷 分别成书 上卷自这次农民战争 爆发的背景 写至大顺政权 和大西政权的失败 即至李自成张献忠 牺牲为止的 明末农民战争史 下卷包括以农民军 为主体的抗清斗争 至康熙三年 奎翁抗清基地被摧毁为止 南明史是以农民军 抗清斗争为止 那在阅读经历方面呢 就是古文类的批处详细程度 这也不用我说了 还原一件古老的原话 就是无一字无出数 所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的批处程度 就是页页都有这么多的程度 明末农民战争史这块 它到最后 还有非常详细的附录表格 我平时其实不太爱看表格 但是一看到历史书方面 我就特爱看表格 因为它清晰明了 你还可以对比着看 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横向罗列一下 南明史的所有版本 实际上现存有五个版本的南明史 但是因为另外三个版本的 那个内容缺点 实在都太明显了 跟上下的两个版本 简直就没有可比性 所以今天呢 咱们就只对比 最有学术价值的这个固版 还有钱海月版本 这两本书 它的编写题材呢 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 咱们看到 当然是四史的那种基传题 那用古老自己的话说呢 它是这样写的 南明史头绪分杂 本书既不能写成通见题 又不能写成济世本末题 对方便记 大致按照时间顺序 就问题分章节的叙述 章节间尽量互相照 所以它属于体材未定 那咱们刚才也说了 顾版自己都说 自己不是传统的那种 基传题模式 那谁是呢 对就是前版 前版整体是350万字 并且基本上用了 全是偏古文的写法 顾版刚才也说了 是80万字 全篇都用的是白话文的语 对整体来说 我觉得如果你能看得进去 实际的原文 那去看前版呢 才不会比较吃力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 顾版的南明史 是现存最权威的南明史版本当中 最兼具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 那也是对普通读者来说 最友好的版本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 感觉应该时长都挺长的 那不知道听到这 大家觉得我这个形式 去介绍书满不满意呢 还是希望就是 比较简略的一本书 说两句就完了 那我也希望大家 能给到我一些建议 那无论如何 希望大家看在我 找资料的这个 各种辛苦上 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是白毛毛 期待你的回应 下期再见 拜拜